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肺癌的外科治疗及进展 今天我们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讨论一下 首先我们概述一下肺癌的概况 同时它的分析叫TN分歧 因为TN分歧是对预后和治疗的方案选择都很关键 而我们重点要讨论的内容就是肺癌的治疗的原则和手术的方式 以及一到四期肺癌是如何进行外科治疗的 同时我们也了解一下介绍一下肺癌的外科治疗的一个新的进展 包括技术上的进展和理论上的进展 首先我们认识一下什么叫肺癌 肺癌就是起源于脂肪肠脏皮的恶性肿瘤细胞 不可控制的生长 它可能是在致病因素的反复刺激之下 然后不断的增值不典型的增生 然后慢慢导致为原外癌发展为进展期的肺癌 肺癌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恶性肿瘤的杀手 那么这张表大家可以看见是我们近年统计我国 这个恶性肿瘤的死亡率 不管在农村也好或是城市也好 那么肺癌都是第一的死亡率都是占第一位 也就是说肺癌已经成为我们国内的第一大癌症 那是哪些原因可以导致肺癌呢 这是大家都很清楚 那么说吸烟仍然是最主要的致病因素 所以控烟是控制肺癌发展和控制肺癌发病率的一个最主要的措施 肺癌的临场表现的话有多种多样 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局部的表现 局部表现中就是最常见的是五个类型 五个症状 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咳嗽和弹中带血 这是肺癌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那么这个肺癌的话 它生长然后侵犯局部 会导致一些局部的症状 比如说压迫死管或是累积了神经 或者说淋脉管或是血管 那么导致相应的症状 比如通缘困难或是生失 或是说相应的一些症状 那么说这个肺癌的话说它也会存在转移 那么转移的话就会引起这个相关的器官 或是这个引起疼痛 当然肺癌那么跟所有肿头一样 它们会引起全身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这个体重下降以及乏力 肺癌最常见的转移的部位 那么是从这图里面可以看到 那么说是脑肝 肾上腺 或是骨头 肺癌的诊断的话 那么跟所有的这个疾病一样 那么说都要进行病实的采集和体格检查 但是在肺癌的这个诊断里头呢 我们也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方面是首先确诊它是不是肺癌 第二呢 我们还要进行分歧 那么说哪些方法可以导致用这个 用于这个诊断它的是不是肺癌呢 那么主要是最常见的是胸部的S线 同时它进行这个活检 活检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多个方式 比如说这款牵制镜 最常见的 或是手术 或是说这个进行穿刺 分歧的话呢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 根据它转移的一些常见的部位 那么进行相关的检查 比如说胸部或腹部或脑 以及骨头那些小秒 这些肺癌的话 那么这个根据它生长的部位 我们可以分为这个两个 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叫中央型 中央型那么就是说 是发生在断肢肝管以上的肺癌 那么是占了肺癌的主要的比例 那么领癌是最多见的 在这种类型当中 那腺癌的话呢 是周围型里面多见 那么说周围型就是 断肢管以下的肺癌 叫周围型 那么也是腺癌比较多见 这是我们临床中 就是说临床当中分种两种类型 根据这个肺癌的细胞分型的话 我们可以分为这个两大类 一是小细胞肺癌 还有一类就是非小细胞肺癌 那么非小细胞肺癌 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 这个肺癌类型 那么说它占肺癌的 75%到80% 这类肺癌的话 那么它相对于小细胞肺癌 讲它的预厚更好 根据组织类型的话 非小细胞肺癌 又可以分为领癌 腺癌和大细胞癌 那么刚才我们改说了一个肺癌的大体上的一种情况 对大家复习有利我们下面的这个理解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肺癌的TN分歧 那么这个分歧来讲应该是相当重要 它对于这个治疗方案的选择 以及它预后的判断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花点时间去讨论一下 首先让大家从这表里面可以认识一下 这个分期在我们肺癌当中 到底我们说这个各个期的肺癌 所占的比例是怎么样的 第二我们看看这个还有五年的生存机会 就是说在不同的分期里头 它是怎么样一种情况 从这表里面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就是说我们在肺癌当中 那么说在临床上所建立 这个应该说是中晚期比较多 占的比例比较高 那么都是比较中晚期的肺癌 但是治疗效果来讲 那么大家可以很清楚 那么说是五年的生存机会的话 那么在肺癌当中 那么是早期的病人 那么有更好的生存率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要说要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的话 我们有更好的治疗效果的话 我们应该发现更多的早期病人 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中晚期的病人 治疗的水平提高 这样子我们才会提高我们对肺癌的治疑的效果 所谓TN分期大家都很清楚 那么说T就代表肿瘤 N就是代表零八节 M就是这个有没有转移的情况 好 这个4E图大家可以很清楚知道 那么说我们这红颜色就是代表T分期 那么T分期的话是T代表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一是肿瘤的大小 第二呢 肿瘤所在的部位 以及它受侵犯的情况 这是一个很详细的一个T分期的一个表 那么说我们拿T3来做个例子 那么说就是刚刚讲了T代表肿瘤的大小 第二呢 说它是侵犯的情况 第三 那么说它所在的部位 第四 主要是这个三个方面 那么说就是这种T 那么说它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4E图里 它是一是大小 二是它所在部位 第三 它受侵的情况 在这个比较早期的讲 比如说这个T1 T2 那么说是和T3 那么是种的大小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那么对于T3 T4来讲 那么说它的受侵的情况 以及它的部位 那么就是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 从这个表里面 这个图里面 我们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那么说在相同的 没有淋漠器转移 没有眼处转移 同时我们彻底切除的情况下 那么说它不同的T分期的话 那么它五年的生存机会 是有选择性差异的 也说这个T分期 对于病人的医后判断 那么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个表同样也是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是N分期 N分期的话 那么说是就分N1 N2 N3 N1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这个就是 这些款周围的 或者是肺门 以及肺内淋巴结 那么这叫 这样转移 叫N1 再转移 N2呢 就是说同侧纵格 或是龙头下的淋巴结 N3 那么就是对侧 或是首顾上淋巴结 这个转移 那么说什么叫N1呢 我们看看 这个淋巴结也好讲 那么就是分1到14组 那么其中的话 这个10到14组 那么是属于N1淋巴结 N2淋巴结 就是中国淋巴结 那么就是我们所分组里头的 分组里头的1到9组 那属于这个N2淋巴结 为了让大家加深印象 我们看几个图 看看这个淋巴结 这1到14组淋巴结 是如何分组如何分布的 这里显示 比如说这个图显示 那么就是3A 3A就是说这个血管周围的淋巴结 3P就是气管后淋巴结 好 这里显示 这个图显示 就是五六组淋巴结 就是主的脉窗淋巴结 或深主的脉膀淋巴结 这个图显示 就是各组淋巴结 不同的元素标记 比如说我们这个11组淋巴结 就是属于这个夜间淋巴结 这个图就让大家了解 很形象的代表 比如说是N1 代表什么 N1就是费门 或者是费内淋巴结 N2淋巴结 就是中国淋巴结 N3就是并不在右侧 但是它的对侧 左侧的中国淋巴结 已经有转移了 或是到所谷上淋巴结 也转移了 这叫N3 同样的 从这个淋巴结的转移情况 和它的生存 无量的生存机会 生存率是有显著性差异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不同的颜色 代表不同的淋巴结 转移情况 那么它生存率 是有显著性差异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是个N分期 N分期还是说 那么就是 有没有远处转移情况 那么就是分有和无 有的话 那么就是没有 就叫零 有的话 那叫一 一的话其中就分什么呢 就分这个A和B A就是等于是什么 在这个胸某 或者是说对侧肺 出现这个癌结结 就是M1A 那么在肺 或者是胸某以外的 演出转移 就叫M1B 那么同样的就是说 从这个图里面 大家可以看出 那么这个 没有转移的 和有远处转移的 那么它的生存 其实是显著性 有显著性差异 好 这个图 这个表就让大家很清楚地看出 那么说我们肺癌 这个临床上分1到4期 其中这个1期2期 和3期的话 有分两个亚组 那么这个每个亚组里头 它包含了哪些病人 这里就是这个表里面 都显示得很清楚 好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肺癌的分期 它跟这个生存时间 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从这个统计结果 大家也可以看很清楚 那么不同的颜色 代表不同的分期 那么它这个不同的分期 它的生存 这个生存率 是有显著性差异的 刚才我们主要是 讲了两方面的这个内容 一方面就是 概述一下肺癌 什么叫肺癌 以及它发病情况 那么第二方面 我们讲了这个TN分期 接下来我们就是 我们一个重点的内容 就是要讨论一下 非小细胞肺癌 就是我们肺癌当中 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那么说它的治疗的这种情况 尤其是我们如何进行外科治疗 应该说现在全世界公认的观点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肺癌是还是以手术为主的 多血科的中和性治疗 从这个试医图里面 大家可以看出 那么说手术 在这个肺癌治疗中 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大的 那么除了手术之外 那么我们还有放疗化疗 还有免疫治疗 生物治疗 以及中药 我们中国特色的中药治疗 这些治疗的措施 那么方案 那么说是如何选择 那么说它的分歧是至关重要 我们说分歧决定它的治疗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 它是什么样的细胞类型 以及它病人的心肺肝肾 等重要器官的功能状态 来选择我们的治疗方案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讨论一下 那么说我们肺癌的外科治疗 首先我们来看看 肺癌的外科治疗的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的话 应该说是跟其他大部分的 恶性肿瘤的外科治疗的原则 是相类似的 那么首先我们是要 不仅要切除这个肿瘤 同时我们还要把所有的 肺内引流的淋巴管道 都要彻底地切掉 同时我们手当中 必须要注意防止 这个肿瘤细胞的剥散 同时假如肿瘤侵犯了 这个邻居的器官或结构的话 那么应该我们主张 整块切除 而不是说分块切除 同时我们应该说要所有的缺炎 这个都要进行冰冻 数中进行冰冻检查 这样确保我们 这个切除的缺炎是阴性的 同时要进行系统的 这个彻底的 这种淋巴结的清扫 好 根据这刚刚讲的这个原则的话 我们就是 就来看看什么叫肺癌的根治数 肺癌根治数 那么简单讲起来 那么就是概括成为 就是研发造的切除 以及所有淋巴管道的切除 以及这个系统的淋巴结清扫 好 根据刚刚我们讲的原则的话 那么我们具体看看 那么说我们在 什么叫肺癌的完全性切除 也说我们临床上叫根治数 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才叫根治性切除 第一点来讲 我们首先说应该是 所有催缘都是应该是阴性的 哪些切缘呢 比如说支系管或是血管 或是种类附近的组织 都应该是阴性的 第二点我们说要系统的淋巴结清扫 这个淋巴结清扫 至少包括六组 其中三组要来自于N1淋巴结 那么三组要来自于N2 其中还在龙头下淋巴结 必须包括在里面 好 而且切除了肺癌边缘 这个切除了淋巴结的话 不能有节外的侵犯 最高组的淋巴结 也说必须静下是阴性的 同时达到这四个标准 我们才叫做肺癌的完全性切除 也就是这样我们谈到的根治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如何切除肺癌的原发照 我们是如何 有哪些方式 我们怎么样选择这些方式 有效地切除肺癌的原发照 最常见的手术方式 那么就是肺液切除 肺液切除 它是在我们这个原发照的切除当中 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那么说它适合于这个中央性和周围性肺癌 都适合于做肺液切除 因为肺液切除 所以它不仅能够把原发照切除了 同时它能够把它在肺内的淋巴管道 也能够切除了 第二很常见的这个原发照的切除方式 就是全肺切除 那么它适合于 多半这样的病人都是中央性肺癌 还有一种使用越来越多 也是比较让病人比较受益的 不仅能够把病灶切除了 同时你能够最大限度地把健康的肺保留下来 这种方式叫嗅式切除 嗅式切除的话 又包含有肢脊肌管嗅式 和肺血管的嗅式 也就是这样的病人 有些病人的话 那么它是肿瘤刚好 或是侵犯了液肢脊肌管的开口 或是肺动脉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要做常规的肺液切除 那么说有可能有肿瘤残留 这些情况下我们就要采用 但是我们又不想牺牲一些健康的肺 这些情况下我们就要做这种嗅式切除 还有一种切除原发造的这种方式 就是局部切除 局部切除那就包括 这个切形切除或是肺断切除 那这样的这个方式 一般我们不主张使用 只是在于病人肺功能特别差的情况下 那这样子我们就才使用这个 这个局部切除 因为局部切除它是不符合我们刚才提到那些肺癌治疗的 这个手术原则的 好 这个一个示意图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什么叫这种嗅式切除 比如说这个肿瘤 那么问一右上一开口 那么这时候呢 假论我们做常规的肺液切除的话 那么就常灯就可能是阳性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在这个右上一开口里 静单和眼单健康的这个肢体管切断 然后再把静单和眼单进行吻合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把完 能够很干净地把这个肿瘤切掉 切干净了 同时又能够把健康的这个肺 中肺或下肺保留下来 而不自已 而避免了这个右船肺切除这样的风险 好 刚才我们讲过这个肺癌这个根治素 那么它包含最基本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这个病灶的切除 那么第二点就是什么 淋巴结的清少 好 那么说淋巴结清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那就是第一 它能够很显著地提高 病人的五年的生存率 同时它能够很精准地进行天安分析 因为这个天安分析 上次我们刚才讲过了 那么说它是很重要一个 很有意义 对这个疫后的判断 以及治疗方案的选择 多方面都很具有很决定性的意义 那么说只要我们进行手术 完整切除淋巴结清少了 我们才知道N1 N2 N3 这些淋巴结到底说是有没有转移 那这样子我们这个N1 N2 N3这个分歧才是准确的 同时准确的分歧之后 也为我们后续进行治疗 比如说手术之后的放疗化疗 那么进行一个科学的指导 这张幻灯片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那么说非小续胞肺癌 那么说1到4期的非小续胞肺癌 是如何进行治疗的 比如说1到2期 那么这次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肺癌 那么它是这个还算一个局部的疾病 那么这时候手术是最重要的治疗方法 而3期的话 那么说就是它已经变成不是一个局部的疾病 而是一种相当于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多学个综合性治疗 比如说3A 那么首先我们要进行新辅助 所谓新辅助就是手术之前的治疗 那么说比如说包括手术之前的化疗 或者是放疗 或者是现在刚刚兴起的一种靶向治疗 然后进行一定的两三个疗程的治疗之后 我们再进行手术治疗 让降期 让这个降期之后我们进行手术治疗 手术之后 那么再进行辅助治疗 那么这样子 对这样3H的病人才是用规范的治疗 而3B期的话 那么说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说 它是一般认为是不能进行彻底切除 所以这样病人 那是从规范的角度来讲 那么它是以放化疗为主 而4期病人的话 那么说基本上是就没有治疑的机会了 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办法治疗了 我们可以进行姑息性的放化疗 以及致死治疗 接下来我们就是说 看看1到4期病人 我们是如何进行治疗的 尤其是我们外科 我们如何在1到4期肺癌里面进行外科治疗 这张换单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一期是包括哪些病人 那么一期病人就是主要是 它这个肿瘤都还比较小 也分1A和1B 那么这一类的 这一期的病人的话 那么我们刚刚讲了 是一个很早期的病人 它是非常适合于 这个外科治疗的 而且外科治疗的效果是相当好的 那么它的治疗的 这个是 怎么样进行根治性切除呢 那么就是说 就是解剖性的肺炎切除 就像刚刚我们讲了 那么最常见的 最常用的这个 病灶的切除方式 就是肺炎切除 那么再加上这个系统的 肺炎和中国淋巴结的青少 这类病人的话 那么手术后不主张做放疗 是否做化疗的话 那要根据病人一些 特殊情况 比如说这个分化情况 手术后病检的分化情况 是否这个也是低分化 低分化情况 我们可以适当地进行一些化疗 这还没有定论 就是不同的医生 这个采用的方案不完全一致 好 为了大家加深印象 我们看看这么一个病人 那么这个是一个 小于两公分的肿瘤 那么说右上肺的肿瘤 那么在胸肛镜下 做肺炎切除 肺炎切除就是 就是把这个原发烧切掉了 然后我们进行肺炎 和中国淋巴结的系统清掃 手术后的这个病检 体验分歧以后的 就是EAM0R 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彻底的切除 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一种完全性的肺炎切除 然后手术之后进行 这个新辅助 手术之后进行四个周期的化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 你讲二期病人 非小续胞肺炎 包括哪些类型 那么这些病人来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2A 2A的病人 就是包括了一些肿瘤大小 是五到七公分之间 那么说或是合并有肺炎 N1-080的转移 或者说有这个心臂的 胸臂的影响 这个病人呢 同样的时候还是比较早 还是应该说相对以上 还是比较早期的 那么这里也是 首选外科治疗 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 治疗的模式 跟我们讲的一期是一样的 那么还是选择肺炎切除 和肺炎和中国淋巴结的 系统清少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 说它这一期病人 包括T3 就是胸臂侵犯的病人 那么这样的病人 我们主张整块切除 就像我们刚才最先提到的 肺炎治疗原则里头 那么说这个提到的 我们都主张整块切除 而不是分块切除 假如有残留的话 那么手之后做放疗 假如没有残留的话 根性切除 就是刚刚我们讲提到的 同时达到我们讲的 刚才完成性肺炎切除的试点 同时达到的话 那么就不主张做放疗了 现在基本上说 R7病人还是倾向于做术后辅助化疗 大家来看看这个病人 那么这是一个肿瘤 那么还合并有空洞 那么它大小在5到7公分之间 那么我们进行什么呢 就是说肺炎切除 进行系统的领巴结清少 说之后我们这个病检分歧 就是说这个是RB期 然后没有领巴结转移 没有原初转移 产端也是阴性的 也是完全切除了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 这个3H病人 那么是如何进行治疗的 首先我们也认识一下3H 包括哪些病人 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3H的话说 那么说就是T3或T4 这个合并或是每合并有 这个肺炎切除转移的 或者说N2 就是说那么不管是T1 还是T2或是T3 那么合并有N2 领巴结转移的病人 或者说它是T4的 但是还是这个没有 或是仅仅有肺炎 领巴结转移的病人 总结一下 那就是像T3 就是T3的病人 就是有这个侵犯胸臂隔肌 或者说这个中国胸母 或是这个位置距离龙途 小为两公分以内的 这个T3的病人 或是同侧的 中国领巴结转移的N2病人 或者说是侵犯了大的血管或龙途 但是没有合并这个 这个淋巴结转移 或是今天时候 这个肺门淋巴结转移的病人 这个病人 就是说我们 治疗的 是采用怎么样的策略呢 那么首先要讲 我们治疗病人 应该说都是一个 相对讲是一个 强生性疾病的病人 所以在手术治疗之前 我们要进行这个新辅助 新辅助治疗 新辅助治疗 那时候可以是化疗 放疗 也可以是靶向治疗 那在进行两三个疗程的 这个新辅助治疗之后 我们进行肺炎切除 或是全肺切除 或是再加上 这个系统的淋巴结清少 然后再进行 这个手术治疗的辅助治疗 这样的病人 多半都要进行 手术治疗的辅助治疗 好 大家来看看这个病例 这是一个肿瘤 左上肺肿瘤 那么它侵犯的肋骨和胸臂 这是一个三位重建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 这是肋骨都受了破坏 好 那么这个进行肺炎切除 左上肺肺炎切除 和受侵犯的左胸臂 左后胸臂的切除 包括这个肋骨和肋肌 这整块受侵胸臂的 整块切除 然后再进行 这个胸臂缺损的重建 接下来我们看看三病 三病说现在 包括哪些病人呢 就是这个是 这个侵犯这个龙徒 或说心脏大血管的病人 同时合并有N2 临摆结状疑 或说这个N3的病人 这类病人的话说 一般认为它是不可能完全切除的 已经是 所以说它一般不主张手术治疗了 而是以这个放疗或化疗为主 或是仅仅放化疗之后 降起之后 有可能还有一定的手术机会 四期病人的话 那么说都很清楚 那就四期病人就是刚刚没都讲过了 那么说就是合并有演出转移 不管是任何T任何N 那么只要是合并有演出转移 这个话 那么它就属于四期了 四期病人的话 那么说是一般来讲 就是说它已经失去了 根治手术的机会 那么说 主要是以放化疗为主 当然就要假如说 这个是孤立性的脑转移 或是孤立性的生肖线转移 而且说原发灶又是可以切除的话 那么这类病人还是可以进行手术治疗 比较说 在废手术之后 那么出现孤立性的脑转移的话 那么我们 而且这个脑转移又是可以切除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进行脑转移 转移造的切除 这样子病人也会延长他的生存期 同时能够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或者是肺癌和脑转移同时发现的话 那么而且这两次都可以切除 那么可以先进行脑转移造的切除之后 在短时间之内先进行原发灶的切除 刚才我们看见一个表示是说 很多病人在临床的时候 已经是中晚期了 也就是说它是三臂期或四期了 那这样病人刚才我们讨论过了 它是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 那么但是对这样的病人的话说 在做手术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是不是对他生存期是没有意义 但是对他改善生活质量 提高换换换他的症状 还是说有些病人还是有从中受益 这样的病人我们进行的手术 那么就是相对于根治性手术来讲 我们叫孤行手术 好 有哪些孤行手术呢 比如说恶性胸腔肌液的时候 我们做胸膜固定 就是这样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它的胸腔肌液 或是心胞肌液的病人 那么我们进行开窗 进行减压 或者说治疗管阻塞性 治疗管阻塞 那么我们进行放支架 或者说这个接触治疗 治疗管阻塞性 接触治疗 那么这样子让这个能够缓解它的炎症 或是脓肿 这样子的话能够有效地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 好 我们讲了这么多 那么说到底我们这个外科治疗之后 它有多好的效果 从这个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出 那么不同的分期 那么它的无能的生存率是不一样的 那么说越早 那么无能的生存率就越高 越晚 那么说它的效果就越差 这个局部或说远处转移情况也是一样的 那么说大概可以看出来 那么越早前面 收入之后 复发的机会就少 那么这个越晚 那么复发或转移的机会就越大 好 刚才我们已经在把肺癌的一些治疗情况 进行了讨论 那么这个肺癌的治疗 那么说我们是在不断地发展 技术在不断地发展 所以理论上也有不断地更新 所以我们要顺便介绍一下 这个肺癌的治疗 外科治疗的一些进展情况 那么主要从这两方面 技术上的进展以及理论上的一些进展 来简单讲一下 让大家对以后发展的趋势 也有所了解 那么从手术方式来讲 刚刚我们讲了手术方式的 肺癌治疗里头 那么原发灶切除 我们有几种常见的方式 比如说是肺液切除 全肺切除 以及绣脏切除 但是这些事是用常规的办法 但是对于中晚期病人讲 那么说我们尤其是说 对这种胸壁 或者说对大血管 或者对心脏的侵犯的病人 我们用常规的方法 就不容易解决问题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进行 采用特殊的这种手术方式 比如说肺癌 在肺液切除里头 我们说是跨液生长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做双肺液切除 或者说全肺切除 我们也可以扩大的全肺切除 什么叫扩大全肺切除 比如说它这个心包 或者说在心包里头处理血管 或者说心房受影响 我们心房切掉一部分 这样都是要扩大的切除 或者说T3的病人 侵犯胸背的病人 那么我们以前这类病人 那么很多病人都放弃治疗了 我们可以 现在我们可以 今天什么呢 除了原发灶切除之外 我们把受亲的胸壁 整块切除 或是这个上腔肌脉受阻塞了 那么这样我们去上腔肌脉置换 或是这个肿瘤侵犯了心脏 比如说是这个肿瘤源的肺经脉生长 一直侵犯了主心房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肺经脉 以及它所相连的一部分的心房切除 或者说我们现在应用T4型环的这种技术 那么把这个侵犯心脏或大血管的病人进行切除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进展 就是我们现在从微创技术进行肺癌根治 那么说在常规情况下 我们传统的手术和讲 都是做多半都做这个后外侧切口 就是说那么有20公分左右的这个切口 那现在我们只是采用3到4个胸背上的切口 通过胸腔镜电视胸腔镜的帮助 我们进行通过一些器械的操作 我们进行肺液切除加系统的淋巴结生长 或是更加复杂的一种肺癌治疗的手术方式 这样子我们既能够达到切除肿瘤 那么根据切除肺癌的目的 同时也能减轻损伤促进康复 那么这个微创技术在不断地发展 那么说机器人时代 那么很快也会到来 所谓机器人 那么说它比从小技能来讲 那么还有更有优点 那么它比如说还可以做得手术 而且手不会打颤 而且它是三位成像 看得更清楚 有立体感 同时它可以完成一些很精细的操作 而且还可以通过应天内进行眼神手术 除了这种技术上的进展之外 我们近年肺癌外科的细胞分子生物学 也有很大的进展 所以包括分子诊断 分子指针 以及分子的医后 分子的治疗 那么说都有很大的进展 尤其说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听到 或是正在使用的 那么分子治疗 我们说是EGF-R 那么是一月砂或是特罗凯 这些对于病人的诊断的治疗来讲 那么已起到一种很好的治疗效果 这个肺癌外科治疗来讲 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那么说 但是这个总而讲 进展并不是特别快 从疗效效果来讲 那么它的提高 并不是特别让人满意 但是随着这些新技术 新理论这样发展的话 我们有活着它的应用 我们外科治疗肺癌 那么也取得一些很大的进步 刚刚我们讲了 这个外科治疗肺癌 那么说它现在的疗效效果 并不让大家很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病人 都是中晚期了 所以在这时候 就是说这个治疗效果并不好 对早期病人讲 那么说它效果很好 这大概刚刚我们都已经提到了 那么所以说如何发现 如何早期诊弹 如何早期治疗 是我们大家需要全社会 包括在座各位一起努力 我们才能让更多的病人 在早期能够发现 早期能够治疗 这样子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同时我们如何提高我们的标准 就是肺癌治疗的规范化 标准化以及这种勾力化的治疗 这样子它能让我们病人 尤其是不是早期病人的话 但更加获益提高它的生存期 那么说也是有待给我们进一步完善 所以今后就是说我们如何实现 这个肺癌外科治疗的这种规范化 标准化和个体化 是摆在我们现在面前的一个 很紧急的一个任务 同时我们怎么样在TNN分歧的基础上 结合现在不断的发展的 细胞分子生物学的新的这种技术 新的这种学术进展 让我们的分歧更加科学 更加准确 更加能够有效地选择治疗方案 和判断病人的预后 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只要我们让 只要我们的病人都能够接受 很规范的治疗 很标准的治疗 或是我们采用一些 不断更新我们的治疗的手段和方法 这样子我们才会不断提高我们的治疑率 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 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 来总结起来 我们这一次课 那么说就是讲了这些内容 第一我们说肺癌 那么是全世界包括国内 那么是一个第一大肿瘤 那么它的治疗 外科是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量 那么说是以外科治疗为主的 一种中和性治疗 尤其我们这个17到43H要讲 那么是我们外科治疗 首选外科治疗 那个肺癌外科治疗 就是我们要讲肺癌根治素 那么这根治素是指什么呢 就是原发造的完整切除 以及彻底的淋巴解释清爽 这个随着这个新技术和新理论的利用 我们这个治疗肺癌 有更多的新方法 有更多的新手段 也会获得更多的 这个更好的结果 所以在这一肺癌治疗方面 我们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希望大家都有很好的 都加入我们这个肺癌外科治疗的一个队伍 让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头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